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什么是桃花人缘运呢? 很多人以为桃花是说男女关系 这是错的 有时结婚有桃花 为什么? 有桃花人看你样子都顺眼一点 做事容易成功一点 所以桃花对未婚或一二婚人都很有帮助 每年都有桃花生肖 今年是谁? 听着吧 第一是蛇 第二是猪 第三是兔 蛇和猪是正桃花 如果单身的话 可以认识到发展到的感情 属一套叫墓水桃花 对工作最有帮助 墓水桃花容易得群众的外戴 自然好一点 那最没有桃花是什么? 第一是狗 其次是龙羊牛都是一样的 因为狗一来是范太岁 二来来说今年可能情绪不稳定 得罪人多 清夫人少 那当然是棘手少少少 那真的要风水搭救 帮帮少少少 桃花一般的 有马虎鼠猴鸡 不管是有桃花也好 没有桃花也好 那当然要个人精神少少 皮肤漂亮点 样子漂亮点 没有桃花 人家看上去顺眼点 就好少少 所以睡足精神 做多些运动 对皮肤和样子都有帮助 那风水也有帮助 每年有桃花位 原来今年桃花位 在西北放一杯水加个音乐盒 那如果你一家大小一起住 那怎么办 那吹起父母桃花 就很棘手 可以在房间的西北都可以 所以公司也放在公司西北 自己放在房间的西北 自己放在房间的西北 出去吹这个桃花 那人缘好些 做事顺利一点 那人缘桃花和分价也不同 桃花也代表婚姻 如果吹婚姻 在全屋中间 逼四盘植物 围着九枝红花 可以吹婚姻 Friends到 福日一定到 全身一年有Friends 补出好气息 包你人见人爱 人气爆棚 Friends到 福日一定到 新年为自己和家人朋友 送上Friends 大家一起福星高照 过好年